在成都,有着这样一家面馆,它隐藏在四川大学图书馆背后,有一个洋气的名字叫《本来面目》,面馆采用双语菜单,被网友戏称英语没过四级不敢进。 10月19号,记者来到四川大学探究这个学霸面馆,沿着四川大学里的林荫小道,便来到了号称是川大校内出了食堂外最大的小馆子。 恰逢饭点,面馆外已经坐满了人,记者在双语菜单中看到饺子、敲手、面条、米线、凉糕,甚至连汤圆都有,价格也不算贵。 这个店的老板名叫张润晴,他向记者介绍,因为面馆靠近图书馆和留学生楼,所以他们家的生意就比较好,尤其是留学生比较多,而且这些留学生最爱的就是他们家的塑胶杂浆面。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,我们的塑胶杂浆面有点像他们的什么意大利面啊这些,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。 张润晴还表示,自己做这个双语菜单就是为了这些留学生,让他们更能快捷地看懂下单。 很多老师带他们过来,然后老师给他们翻译,就这样子的介绍给他们吃。 菜单是有英语版的,然后他们能看懂,然后呢,就我们会给他推荐一些,他们有些会说一点点中文,但是都可以沟通。 记者看到,现场还有慕名而来的时刻,唐千里表示,味道特别好,果然名不虚传。 就是听朋友的一个介绍,慕名而来,然后来体验一下这个味道,其实还是名不虚传,味道特别好,非常有成都民间的那种苍蝇馆,直接滴气候,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。 来自爱尔兰的布莱恩告诉记者,他每天都会来这里吃面,他爱上了这家面馆。 成都的朋友告诉我,你需要吃这个面,很好吃。 每天,我来这里吃这些面馆,很便宜。 然后,它是方便,很近到学校。 我觉得它很美味,很辣,很辣,但是我喜欢它,我喜欢辣的食物。 再一个升级角度,这样的讲解。 像这个说法说。